兄弟们 从美国自发香港一箱全新有手机是什么体验 现在整个华江北的有手机都是缺货的状态 今天咱们到货是市场 现在就给兄弟们来猜报一下 从美国发来的快递到底是什么样的 兄弟们 我现在就在香港的红筹道 手机批发市场 现在准备猜报 美国发过来的快递包裹的非常严实 两箱快递这一箱是无所的 另外一箱是有手的 今天就给兄弟们搞一些好货 搞些有所优势的价格 现在拆的这些全部都是二手的 一起六十台 苹果的各个型号 美国发快递也是同样的用的泡沫袋 直接包裹着就发过来了 美国发到香港只用三天时间 速度也是非常的快 因为快递都是刚刚到 老板要盘点一下数量 核对一下机型 兄弟们 今天咱们主要搞这箱有所圈银剂 就这一箱满满当当的全部四十台 这一批机器比市场的价格要贵一败 咱们全部拿下兄弟们 有些兄弟们可能又说我不优势了 这个价格 兄弟们可能接受不了 比别人要贵一败 因为这些机器是理财产品 全部都是白名单的 当然兄弟们这些机器 我现在是不会卖的 因为这些机器 我如果再加一败 现在卖出去 价格上面 兄弟们肯定是接受不了 但如果这些机器过一星期 我再解成无所 再比别人便宜一个500到600到时候再卖 这个价格就很优势了 兄弟们说到这里 我就想说有些兄弟们天天苦心简陋 只追求低价 不追求质量 自己被坑了都不知道 但比市场高一百的机器 我都敢捡 相反 在你眼里可能是贵了 在我眼里 这就是太优势了 因为我知道我们买的是理财产品 而你简陋的都是人家不要的机器 因为你要相信在这个市场 这些机器已经被过过很多变手了 即便在香港也是一样 就算是有路 也早都被填平了 并不是所有的机器都能拿到 兄弟们 今天视频到这里了